各位朋友 教区天主教坟场委员会 在2020年的9月1号 开支了在柴湾 姓十字的天主教坟场 推出两项的试验计划 试验计划 一个就是可多次 续期的墓地 有500幅墓地 另外就是可多次 续期的家庭庵位 有1000个庵位 所以主要是讲柴湾这部分 不是其他墳墙 是故意在这个特别的地方 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可多次续期的墓地里面来说 可以说是新的 以往来说的话 我们的临时墓地是10年的 接着如果有需要 就可以延长多6年 16年一定要执骨 执骨之后去安放 即是移回出来的地方 给回教区 然后安放在那些庵位上面 也都没有家庄的情况 不过我们现在推出这幅地 很多次续期的墓地的特点就是说 首先第一 有第一名的亡者 冠状 冠状放了下去 一次过就20年的 十年之后 如果想的话 可以再续期 再继续使用 再十年十年 即是说可以50年 一百年都可以 所以长度是很多年的 还有在里面来说可以家庄的 家庄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这个刚刚放了下去的冠状的话 它可以使用自己家族的成员 直系亲属 可以是自己上一代再上一代的直系亲属 或者之下的后代 甚至五代六代都可以 放多少呢 除了棺木之外的话 我们安葬了上面有位置 可以甚至放48个骨灰都可以 当然骨直都可以 如果有骨直的话 比例上可能是40个骨灰 变成一个容量是很多很多善用的地方 甚至有些人都想 譬如说 将长沙环甚至西贡自己的亲人 都搬下来 都可以 使得他们大家能够 在这个特殊的处境当中 都可以一起 所以变成了特色就是一个 可多次续期的墓地 第二个就是家庭的甘位 家庭甘位里面来说 是平时的标准甘位的两倍 我们计算过 除了安放原创者放了下去之后 其实放下去 甚至可以放八个九个骨灰都可以 那他们的那个关系呢 就是说以往来说除了夫妇之外 可以是子女 所以我们特意的名字叫做家庭 家庭里面大家都可以放在一起 同样第一次的时间是20年的 之后每10年续期 每10年续期 可以很多年50年100年都可以的 使得家庭的成员在这个特殊空间都可以继续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只是在柴湾是一个试验的 如果效果好的话 在长沙环份上都会有类似这些的 可多次续期的墓地 和可多次续期的家庭甘位 这个只是多一个选择给教友 或者有收录礼的舞蹈者 给多他们一个选择 使得他能够按照他的需要 能够做一个适当的选择 好 天一本日大家